大家好,我是南哥 我是阿毛 今天我们来聊聊 表周扑克中最重要的行动 下注 说到这个下注啊 我总是不太搞得清 到底该下多少合适 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要知道 你为什么要下注 如果不明白下注的目的 你当然不知道该下多少 这些都是我经常犯迷糊的 你要记住 下注包括加注 有两个主要的目的 价值和诈乎 还有一个相对次要的目的 保护或者说是剥削 南哥,你赶紧来给我捋一捋 先来说价值下注 目的就是让对手 用比自己弱的牌跟注 比如AK在A68两黑桃的牌面下注 就是典型的价值下注 对手如果有听花听顺 或者拿着A钩,1010,89之类的牌 都可能会跟注 就是说我觉得牌比别人强 当然是希望它跟注 再来说乍虎 目的就是通过下注 迫使比自己强的牌弃牌 比如78在K钩5的牌面下注 就是典型的乍虎 对手拿着99,56,A4之类的牌 都可能会弃牌 说完了就是 开不了牌就只能开枪 偷鸡当然是希望别人弃牌了 但如果同样的牌面 你拿着圈10下注 因为有一个两头顺 这就是一个半诈乎 和纯诈乎的区别在于 半诈乎的时候 你有一些补牌 即使被跟注了 还有机会获胜 打不飞也无所谓 好歹我还有得追 你还唱起来了 价值下注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是 哪些比自己弱的牌会跟注 诈乎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是 哪些比自己强的牌会弃牌 乍一听都很好理解 为啥一实战就容易懵逼呢 说到底啊 还是你理解不够深刻 就好比上回 A勾448的牌面 对手一路过牌 结果合牌 你拿着22开了一枪 这里开个毛的枪 我不就是想打跑它嘛 可比你强的牌会跑吗 嗯 一般不太会吧 比你弱的牌会跟吗 几乎不可能 那你这个下注 到底是为了价值 还是为了诈乎呢 我错了还不行吧 那就是说 如果既不能让更弱的牌跟注 也不能让更强的牌弃牌 这个下注就是错的 这个说法呢 有一定的适用条件 假如在合牌这么说 的确是没问题的 但在合牌之前 下注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保护 意思就是说 在可能领先的情况下 为了不被免费反超 通过下注 把对手具有一定胜率的牌 赶出底池 我告诉你啊 我还听懂了 我是那个 举个例子 比如在圈七二彩红面的 单挑底池 你拿的五七下注 虽然一般来说 跟注的牌都比五七强 弃掉的牌都比五七弱 但不能说 这里的下注是个错误 南哥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因为你很可能 目前是领先的 但对手任何的两高张 比如石沟 八九 都有六张补牌 那你下注呢 显然石沟八九这种玩意 不太可能跟注 这样就保护了 自己的成熟牌 其实这些牌 对上五七的胜率 也不算低 但思法则算出来 有24%呢 一个为了打跑 这些牌的下注 既不是为了价值 也不是为了炸火 而是剥夺了对手 反超的机会 另外 既然是下注保护 当然认为自己是领先的 如果是个多人底词 这时候五七落后的可能性 就比较大 就没必要下注保护 该怎么区分 这三种下注呢 来看这两张表格 和价值的区别在于 下注保护 并不希望对手跟注 和炸火的区别在于 下注保护的时候 一般都认为自己是领先的 南哥 你好像漏掉了什么 还有就是之前提到的 只有在盒牌之前 才有保护这个说法 到了盒牌 一切尘埃落定 显然不存在保护这回事 如果既不是为了价值 也不是为了炸火 那就不应该下注 其实我是说你忘记念广告了 想提高的误水平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晚关注半个月 你就多游了15天 劈队一下很开心吗 开心呀 简单总结一下 当你的牌比较强时 你下注的目的是获取价值 当你的牌比较弱时 你下注的目的是炸火对手 当你的牌力中等时 大部分时候你应该过牌 但为了不被免费返潮 你可以下注保护 下注的目的不外乎就这三个 除此之外的下注都是错误的 那还有下注去试探对手呢 所谓的获得信息是吧 这只是下注产生的结果 而不是目的 我们处以前面三个目的的下注 结合读牌 都可以获得一些信息 单纯为了获得信息去下注 不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吗 可我经常听人说 打头扑是一定要验牌的 国内流行的加注验牌的说法 可以说跟病毒没什么两样 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呀 比如拿着A5 发个A78 别人下注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货 这时候就要加注 验下牌 哦 然后呢 如果他怂得最好啊 如果他跟了 一般就有货 但货不大 如果他再加注呢 就有很大的牌 大不了就弃给他 哎 怎么说呢 不能说这一套 针对鱼玩家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他们的打法 基本一成不变 但是队上水平高一点的 人家可能有吹拉团唱 十八般武艺 等着对付你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问你啊 明明有一手 可以跟住的牌 非要把它打成炸糊吗 被人搞回来 又开始各种纠结 你要真拿个垃圾牌 这么干 我也敬你是条汉子 那我不纠结了 直接认怂不行吗 问题是你怎么确定 对手搞回来 就是很大的牌 你又怎么知道 对手只是跟 不是在慢打你呢 对手如果是在炸糊 被你打跑了 你不是在帮他 做正确的决定吗 南哥 口活还是你好 我又无法可说了 所以啊 加注厌牌这个动作 愚蠢至极 大部分时候 都是把底词搞大了 花了代价 又没买到准确的信息 反而容易 领先的时候赢得少 落后的时候 输更多 本身也和 大牌玩大底词 小牌玩小底词 这个扑克的 基本理论相悖 懂了 以后我还是打自己的牌 让别人验去吧 最后咱们来说说 下注的大小 传统扑克理论认为 正常的下注大小 应该是 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 底词之间 我看别人也都是这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下注越大 一般对手的 气排率也越高 这就造成下注过大的时候 留下的都是很强的范围 比如拿着A3 在A94彩虹面下注满持 甚至超持 能跟下来的 一般是不是都比A3强 儿子都被打跑了 留下来的都是爹了 下注过小也不对 因为给了对手的 因为给了对手太好的 底词赔率 比如拿着AK 在K48彩虹面下注六分之一 对手任何中队抵对 任何卡顺跟注的赔率都很合适 你没有让对手在犯错的情况下 和你继续游戏 那为什么你自己经常下注三分之一 有时候还超持下注 因为现代普克理论认为 更丰富的下注尺度 可以更好的平衡范围 这个讲起来就太复杂 我们以后用专题来讨论 说话说话 南哥 风里雨里 我在得胜吧 等你 学花活之前 应该先学会基本功 最基本的就是 不能根据自己的排力 改变下注的大小 很多人喜欢大排下大注 小排下小注 比如顶对超对 直接一个满池 中对就下二分之一底池 这种漏洞 一旦被人发现 你简直就是透明的 那反过来怎么样 大排下小注 小排下大注 那更是找死 应该根据排面的不同 改变下注的大小 不管你是在架子下注 还是在炸火 排面越湿润 应该下注越大 排面越干燥 可以下注越小 想不到下注里面 还有那么多的学问 今天我们讲了 下注的三大目的 下注的大小 和基本原则 可以说 下注是德州扑克中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搞清楚为什么下注 你才能在游戏中 下好注 下对注 而不是一位盲目的开枪 好了 我们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注 你才能在游戏中 下好注 下对注 而不是一位盲目的开枪 好了 我们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期的内容是 是公还是兽 谈谈谈主动方